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我是子荣 而在今天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养毛小孩呢 其实现在根据统计 在三户人家当中就有一只毛小孩 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还有爱关怀来照顾他们 但是在今天单元当中 要邀请到的是动物的守护者 邀请到的就是动物的守护者 全国动物事业群的执行长 陈道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医生在之前曾经到美国 有很长一段时间 跟大家做了很多的医学上面的交流 但是其实医生您在从事兽医之前 其实还有很多关于音乐的梦想 对不对 兽医是一个outside者 第三者 那音乐才是我的旧爱 因为我在七岁的时候就接触音乐 古典音乐 对 有一段时间一路下来没有间断 所以说的确啦 就是最后决定投身在兽医行业之前 的确是有一个梦想啦 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家 是在做小提琴的学习 对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嘛 因为毕竟当时我是没有进入到音乐 音乐的那种叫做专 专修班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也没有进音乐系 那但是我很幸运地被选择进入了国防部示范乐队的乐团 就跟所有的音乐系的这些同好们呢 那共同在一个环境之下 度过了两年 那这两年改变了我 就是充分让我知道 就是说我还是回来当兽医就好 音乐的确是不简单 那你要在音乐里面能够这个出人头地 那当做一个非常的cutting edge的这样子的一个performer 那是需要更多更多基础的训练 对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把音乐当成我这个终生的兴趣跟嗜好 然后后来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是医生那么忙 有20个事业体验 那么大的一个体系 而且在台湾 不管是北中南 甚至现在到了中国大陆有很多不同的交流 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练习小提琴 对不对 像这样时间不会gub过来吗 还好啦 最大受害者应该是我们家人 对啊 就是偶尔还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啦 但是就像你说的白天的确是比较忙 所以大部分我会利用一点时间 就是一大早跟深夜 对 那就是吵到我们家人 所以我女儿常常就说 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半夜吹口琴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大早起来 在那边练小提琴 因为我练习的地方就是在床头边 但是对外邻居就不会听到 不过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领赏者 从小就这样听到大对不对 就是故意这样求我啦 但是他们都知道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不是just for fun 其实是可能就是很大部分是associate到一些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公益表演 但其实还是要提到您的本业就是在兽医这一部分 当然经过了很多自己心理上的挣扎之后呢 决定要选择兽医这条路 但之后是不是除了在国内的学习之外 其实也到了美国做很多不同的一些进修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1988年左右的时候 应该还没出生啊 还没 1988年那个时候呢 台湾其实在宠物这一块算是萌芽期 虽然台湾早就有兽医系 对 但是早期收医系的话 大概就很正常的只focus在叫做food animal 就是经济动物这样 所以当时的台湾环境的确是 比较没有在宠物方面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毕业之后 我比较觉得就是说 我们应该真的是要到欧美 去直接去灌输一些比较pioneer的一些想法 当时的pioneer想法 于是我就非常厚脸皮的开始去申请 那但是运气非常好 老天非常眷顾我 就是我就被offer了一个 后来发展成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动物医院连锁 当时虽然是有一家 可是在当时的话 我就已经接触到这个 后来把这个一家医院 变成一千家医院的这个CEO 他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启蒙者 对 所以他影响得我非常大 听说这家事业 他们的除了据点很多之外 他们连场馆都很大 是不是 对 而且其实最大的影响包含就是 不是只有他在这个business方面的发展 就后来这个创办人叫Scott Campbell这一位创办人 他落落实实的就是去执行了他的两个career 一个是就是他的事业发展 对 在他55岁的时候呢 他就毅然决然的从他的事业发展 跳到他退休后的一个 所谓的社会企业的经营 所以他就完完全全就是跟我自己想的一样 因为当时去找他的时候 其实他并没有说他退休他要做社会企业 对 那但是我在这个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很appreciate 就是这种social enterprise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做一个企业 但是这个企业它可以眷顾到 对 从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出发点 然后去做这样 那事后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体系的发展里面 会发展出这个公益协会 发展出更多的这些相关的这个 事业单位 其实也是从美国这边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观念 然后自己也这样开创这个事业群 但是其实在当时在比较早些年前 就是1988年 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台湾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比较偏向这种农业的 或者是一些商业的 这些动物的这些治疗上面 那是不是从那边也学会来 比较多是关于我们的 可能现在毛小孩 比如说狗啊 猫啊 或者兔子这些的照样 或者是医疗上面的一些不同呢 主要在国外 我大概收到的熏陶是两大部分 影响应该也是很大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刚刚说到的 focus在宠物 狗猫 尤其当年我其实是比较 比较focus在猫 因为狗已经在台湾其实还蛮多医生他们会看狗 但是在当时会看猫的医生真的是非常少 那所以我在这一块就比较认真的去学习 当然这个在medical的部分 那我刚刚说的就是正好运气很好遇到了这个 这一个金头脑吧 一家变一千家很厉害啊 那所以说从他身上 那我其实也学习到了这个 如何做经营管理 如何把动物院在企业化的经营之下呢 然后带动更多的这个发展 这样 可是我想说在刚开始想要把这样子的 可能跟我们台湾比较不同的观念 引进来的时候 应该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吧 可能有很多 可能还没有道真的志同道合 他们还在摸索这样子不同的经营方式 那那时候也遇到了这样子的困难吗 我觉得你真的很用心 而且你有换位思考的概念 对 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看哦 在传统的动物医院里面 maybe现在还有 就是我来了 挂号然后就 你一进来你就可以看到医生在看病 对 对吧 几乎都是比较开放性 你一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医生在看病 对 甚至比较稍微比较夸张一点的 你还可以参与他手术 就是你在旁边等 然后你还可以旁边看 那个里面那个医生在手术 天哪 对不对 万一他是流血 你还可以在旁边喊 欸 医生 流血了 好 这个就是传统 但是当大家都觉得 他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 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 就把美国的看诊的流程 引到台湾 也就是当大家都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样子的时候啊 我们是独立的诊间 也就是宠物的主人 他一到医院之后 他会进入到一个封闭式 像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诊间 那当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帮主人进来了 那他是独立的 但是可是就某些的处理 他必须要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那就会让主人会怀疑了 对 因为他习惯就是他always stay 跟他的宠物在一起 那我们的做法是 你在诊间里面 然后你要做任何的处理 就是由我们的医药人员带进去啊 怎么样处理那样 那有一次就是 一只猫他比较敏感 当他离开主人的时候 我们只是抱着他走进去 他发现主人都不见了 开始哀嚎啊 然后主人就马上生气了 他说你为什么带进去之后 我一没看到他呢 你就打我的猫 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就出来了 对啊 因为他不习惯说 他没有在看诊的时候 他说是跟猫是分开的 跟虫物是分开的 像诸如此类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概念 那这种分开都不是故意要分开 就是说你要在正确的位置 正确的设备的地方 来做正确的医疗处理嘛 跟人医是一样 所以当时的确是常常会被误解 甚至会被 怀疑我们是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其实因为我们引进很多很新 而必须要的一些医疗 比如说你一定知道 狗狗夏天会有蚊子咬 会传染一种病在心脏里面的 叫做什么 对嘛 你都知道 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说有心思虫你要预防 要怎么样 他就会觉得就是说你敢喷嚣啊 所有医生没有人在提这个 只有你提那你是不是要赚我的钱 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说 我们还是坚持了 就是对的事情就一直坚持 那不断地透过虚主的教育 虚主教育 不断地教他 那慢慢主人他就会理解 那当然到近几年到这个网路媒体的盛行 大家查资料就更方便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连你都知道心思虫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不管是透过了像是这个 整个事业群就一直不停地在教导大家 或者是透过了更多的一些网路的资讯管道 让大家的这些知识更加蓬勃之外 其实我想在这个 四族对于这个宠物的关心照顾之上 应该现在也是还蛮多都是太过热情的 对不对 会有的确是会有一些 但是这个我们觉得 只要好好的引导他们 这些都是好事 就是他对宠物他愿意把它当作家人的溺爱 这是出发点是好的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可能还是要透过一些虚主教育 然后透过宠物的教育 让他们正好到一个黄金交叉点上面 就是也不要过头也不要不急 那这个就是需要给宠物更多更正确的一些保养观念 或者是他们的生命观念 那我们的那个亚洲宠物博物馆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教育的方式 让他们很清楚知道 人跟动物一样 他有生老病死 那这些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所以说这些爱护动物的主人也好 或者是不知情的小朋友也好 其实他们得到的讯息是一样的 然后回去之后呢 有些没有养宠物 对 可是他可以把这样子的knowledge 投射到谁的身上你知道吗 谁的呢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对不对 对 那他就发现 我们就统计 然后去审费发现说 很多回去之后 他变得怎么样 他不是变得爱宠物哦 他变得太更孝顺 对 所以后来呢 我就常常讲就是说 根据统计 其实这是我说的 根据统计 爱宠物的小孩长大以后 遗弃父母的机会就比较低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从小他就知道说 付出付出爱这件事情 那都慢慢长大之后 他其实他是会有一个 对于这个父母的爱 会比较正确一点 对 真的可以看到在执行长 在谈论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着 不管是这些宠物或者是续组 也是 请受了很多的知识之外 还有满满的爱给大家 但是其实要让大家呢 愿意参与在其中 真的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推广 在经营这一块 但其实我觉得 除了在兽医 也或者是跟其他的四组 做沟通之外 其实我觉得 像在全国事业群这边 另外很特别就是 很多的一些活动 都会跟公益做结合 包含像是刚才说到 这个博物馆的部分 对 您刚刚说就是我们去推广 你刚刚讲的是我去推广 那执行长都会去推广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推广 它绝对是还是会变成诈骗集团 因为就是少数嘛 对吧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就是 一开始是零零星星的 透过所谓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每一个人进到全国 那你必须要了解我们全国的企业文化 所以我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企图影响我们自己的同仁 所以还不错 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我们吸引了更多跟我理念相同的同事 现在喊不浪当也差不多一两百人 这些人就同样都跟我一样 就是变成这一个理念的传教士 就传不出去这样子 那透过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共同的事情 那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公益协会 所以当时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企业文化 可是员工不晓得 那他也没有一个定义 没有一个frame这样子 那往往就会在做一些公益的时候呢 某些的员工他就会不理解 他虽然知道说这家公司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进来了 可是他会没办法理解说 为什么我假日还要被指派去某某大安森林公园 去那边当志工 或者是去议诊热得要命还是什么之类的 要很多 那为什么执行长你那个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 你还要去办什么APEC的这种论坛 那这个对我们业绩没有直接帮助啊 诸如此类很多 那后来我们才开始就是觉得就是说 好像还是需要去好好的组织一下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协会 那让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 你看现在你就比较容易可以在上面查到一些我们所做的事 那整合之后呢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定型化的组织之后 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同事更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让民间 那种消费者他们更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那相对当然就是对于我们其实对受医的整个社会地位 或者是大家会比较更肯定受医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从一个理念所出发 其实就把这样子的善往外传播 往下生根这样的发展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一个人绝对做不到 对就从一个协会结合到的这个事业群 在这样的结合之下 有没有想说未来可以如何的发展 或者是往外再继续推广呢 我们就讲现在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好了 我不是讲美国 很快的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可能会跑到中国嘛 那我们以中国为例 那中国它的这个各行各业 每年都会有一个评比 就是说这个行业 今年跟明年比起来 谁的进步幅度最大 就有这些survey就对了 那你知道它在2016年 它从survey出来的话 中国大陆它的各行各业的增长度 第一名是母婴产业 那是突然跳出来的 因为2016年宣布废除一胎化 对不对 那第二名就是宠物行业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其实有更多人会投入到跟宠物住在同一个环境 共享这个社群社会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这只是一个example 那代表的是台湾也是一样 任何只要没有发生战乱的地方 或没有发生第三世界这个太饥寒的地方 这些都会发生更多更多的跟宠物相关 跟人的社会相关的一些interaction 所以我非常觉得看好这个方面 然后当然也觉得这个责任就会更大 那也很希望就是会让我们的其他的 下一代 下下一代的一个我们同事嘛 一代传一代嘛 那继续去推广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嗯 在一刚开始提到了 像是现在在台湾的环境当中 其实几乎每三个家庭当中就有一个毛小孩的存在 在我们那么紧密结合 不管是人和宠物或者我们生活关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呼吁大家的呢 嗯 终究我身为这个宠物行业里面的一份子 是 从不了解它一直到参与它 那现在我想要好好的跟大家做个呼吁跟分享 就是说既然宠物行业 宠物在我们人生活当中已经密不可分了 就像你说三分之一 那很快的就会像美国一样 有六分之一以上 还不是六分之一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宠物 家庭会有宠物 那这也就是代表的就是说 其实宠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密不可分 对 相对的就是这个行业 我们应该是要去支持它跟祝福它 那让它们能够好好的发展 然后回过头来能够再 回馈到我们的人类正常的生活 比如说宠物行业里面所发生的疾病 其实它可以预想跟提示到我们人类可能 会发生的疾病 或者是宠物它们如何能够在它们的角色里面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更加的愉快 减少一些不正常的行为偏差 这个都是这个行业应该要被正视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全世界 又或者是我们整个家庭 国家都要去重视到这个议题 不过真的在今天单元当中 透过了执行长您的分享 我们就又更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妨 透过了今天节目之后 好好来想一想看自己还有这个世界 还有在动物之间的这个相互关联性 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 是全国动物事业群的执行长 陈道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医师谢谢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